相较于前几天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今天你一定感觉到天气是明显变凉了 在清晨呢 北部一场大雨 已经让气温骤降大约5度左右 气象局预估这一波冷气团 最冷的时候会落在这个周末 阳明山花季周末就要正式登场 不让山上的樱花专美于钱 都市里小公寓里的樱花也热情绽放 让民众纷纷拿起相机 记录这美丽的景致 只是相较于前几天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今天起想赏花的民众可要多带霸伞了 因为东北季风加上还有一些南方云气的影响 所以全台都是有一些短暂的情况发生 温度比较明显转变的时候会落在明天 受到新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北部地区气温将会像溜滑梯一样往下滑 最冷的时间将会落在这个周末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是落在星期天 和星期六在两天的时间 北部跟宜兰地区的低温可能来到10到11度左右 中部地区11到12 南部跟花东地区13到15度左右 除了提醒您要注重保暖 气象局也说这几天浓雾的情况比较严重 预计要搭机的民众一定要多留意航空公司自讯